hello 大家好 我是草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大陆客户购买比特币的详细的过程 今天的视频非常的重要 币圈的骗局非常多 新手朋友一定要注意 本期视频教给你如何买币卖币提现出金的一个完整的流程 如果你是新手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视频 今天一共分为这五个步骤 我们今天先从第一个给大家讲一下注册OEOKX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OKX 在我们国内有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币安、火币 选择OEOKX的原因是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非常的划算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面 如果你这边有兴趣 可以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 如果用我的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和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你这边你的手续费可以终身减免20% 非常的划算 我们把这个链接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我们打开一下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支持手机 支持邀请码的话是默认填写的 手机的话支持中国大陆地区的手机号 然后我们填写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你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还可以获得一个随机的盲盒 最高的话是6万块钱的数字盲盒 只要你通过我的链接去注册 这边都会有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了 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二个 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安装这边的手机端 先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分为买币 然后发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繁琐 非常非常的多 对我们新手朋友非常不友好 但是如果你在手机上面去操作 那就很方便了 手机的话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手机目前分为是安卓 还有苹果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安卓 安卓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呢鼠标放到这边 会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QQ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 如果扫码的时候提示被拦截 被封被封控 这个时候呢 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 选择一下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或者是呢 你这边还可以随便的找一个浏览器 我这边用的是360 然后打开之后360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 也是可以下载的 安卓手机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主要说一下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大家都懂了 它这边大陆的ID不能下载它的APP 是哪一个呢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边有一个苹果英文商店 这个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看一下这边右上角 这个账号不能是中国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那这个ID我们去哪里找呢 你这边可以去谷歌 一定要去谷歌 在百度是搜索不到的 然后搜索一下美区ID购买 会有这么多的账号 随便的找一个就可以了 非常便宜几块钱一个 当我们买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我现在是假设我登录的是我自己的大陆的ID 那我们就拉到最下面 有一个退出登录 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我们这个海外的ID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边我们点击搜索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我们直接输入这个OKX 这一个就是它的APP 这边写的OEOKX 然后是黑底五个白色的方格 这边是下载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安卓这边也是没问题 已经是下载过了 好 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因为我们的钱都是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安全问题一定要搞好 好 我们先登录一下我们自己的OE的账号 然后选择左上角 选择这边 好身份认证我们点击一下 这边会有一二三 这三个 一二三 建议大家认证到这个视频认证就可以 因为视频认证的话额度比较高一点 提现的话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偏好设置 偏好设置这边有一个计价货币 我们选择人民币就行了 然后安全中心 这边 能绑定的 大家都绑定上就可以了 好 基本的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还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在哪里呢 这边有一个买币 选择CRC交易 选择我的收款账号管理 点击这边的添加就可以了 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边添加的话会有银行卡支付宝 还有微信 强烈建议大家使用银行卡就可以了 微信支付宝就不要再用了 因为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冻结 好 好了 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讲一下下一个 第四个什么是USDT 怎么样购买USDT呢 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就是一美元 世界上通用的货币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呢 就是这个泰达币 假设你这边想去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比如你是英镑美元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就是USDT 说白了 只要你想买任何的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这边 我有人民币有美元有欧元 我想直接 我去买这些比特币 狗狗币以太坊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拿着你们本地的货币 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去购买USDT 好了我们先回到我们这边的首页 然后选择这边左上角 然后这边会看到有一个买币 大家不要选择这个买币要选择这个CRC交易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CRC交易它是你自己可以筛选商家 但是这个买币 你这边它是随机的给你匹配的非常危险 我们选择这个CRC 然后选择这边的购买 在这边选择CNY 然后呢我们点击筛选 我这边选择一下银行卡 好输入我这边我想买一万 好非常多的商家 今天的重点就来了 这边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要看哪里呢 看它的成交量和它的完成率越高越好 假设这边有一个叫东方蜘蛛的 我们看一下它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去看哪里呢 看它的这边成为商家的时间越长越好 第一个就是看它的成交单数 还有成交率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去看它成为商家的时间 时间是越长越好 第三个就是看一下它近期的成交单数 有没有问题 越多越好 好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选择这边的购买 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就可以了 假设我这边买一万块钱的我点击购买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提示 我们点击继续交易就行了 然后选择下一步 为了确保我们的资金是安全的 卖家这边可能会发一些要求 让我们验证一下 然后配合配合它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绑定的银行卡 找到我们的明细 假设这个就是我的明细了 比如说我买烟买酒逛超市点外卖 我把这张图给它就行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不干净的钱 它们都是那种一万两万三万五万 非常大金额 但是我们正常的消费是没有问题的 好 如果卖家感觉没有问题 他就会把他的姓名银行卡号给我们 然后呢 假设我们要买多少钱的 然后给这张卡转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 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转账的时候呢 不要备注任何的信息 像什么投资 比特币理财之类的 不要备注这些信息 好 大约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就会到账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提前准备好了100个USDT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这边的资产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一个交易 好 我们点击一下 资金账户里面有100个 交易账户里面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说一下 资金账户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有USDT 但是呢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这个资金账户 那我们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放到这个交易账户 我们的钱现在是在资金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这边的资金滑转 从资金到交易 币种选择USDT 然后选择最大 选择确定 好 我们刷新一下 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交易账户现在是有钱的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买币了 点击这边的交易 会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新手朋友可能有点看不懂 我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这个1842是当前这个ETH 是当前这个ETH的这个价格 1842 那可能会有朋友说了 我不想买这个ETH买这个以太坊 我想买比特币 那怎么买呢 在这边呢 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免费的看行情的网站了 它叫做 非小号 假设我们想买比特币 我们不能输入比特币 要输入BTC 以太坊呢 我们输入ETH 那我想买这个狗狗币 非常可爱 我买 我输入DOGE 好 我们输入点击这边ETH 输入DOGE选择这边的BB 选择这个BB 然后选择第一个 好 大家看见没有变成0.07狗狗币的价格了 然后这边是买入 这边是卖出 这边有一个限价委托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这个第三个市价委托 为什么呢 因为市价委托成交的速度快 好 我们把这个狗狗币再改回来 改成ETH 这边有一个ETH 好 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小箭头 我们把它拉满 这样的话 我有100个USDT可以买0.05个以太坊 然后我点击买入就行了 好 给大家来演示一下买入ETH 然后价格是1842 USDT 然后呢 假设我们现在买完了 我想卖出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和刚才一样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给他再拉满 选择卖出就行了 我们卖的时候肯定是赚的 假设我们买的时候是1842 那我们卖的时候可能涨到了1942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赚了100个USDT 那现在我想把我这100个USDT换成人民币 那怎么操作呢 好 我们选择这边的资产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在这个里面 我们需要把我们交易账户里面的钱 重新的回到这个资金账户 那如何放呢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从交易放到资金选择最大选择确定 好资金账户有钱了 然后交易账户现在是没有钱的 好 我们回到首页选择这边的左上角 然后选择CRC交易这边点击出售 然后这边选择筛选 选择银行卡点击确定 和刚才一样 要找那种可靠的商家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1万多的 好 像这种商家才半年的 我们就不要找了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更加可靠的 这边 这个人 可以 老商家已经一年半了 然后成交单数也非常多 完成率也非常好 好 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点击这边的出售 然后这边我选择最大 好 选择完成之后 我点击零手续费卖出USDT就可以了 当我选择零手续费卖出之后 他就会往我的银行卡里面打过来700块钱 等我收到了这700块钱之后 我再把我这100个USDT给他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1842买1942卖 赚了100个USDT 然后促进了一个全过程给大家演示了一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炒币大师 大家有问题 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比特币价格消息 阅读 1710 区块链账本Pi币终究怎样样 是骗局 Pi币的数字货币 有不少人在置办 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互联网传销 打着区块链技术 数字货币等概念的口号末尾合法吸金 诈骗投资人的钱 中途深 还是没有苏醒 Pi币的诱惑真实太大 大唐币 五行币 这些所谓的数字货币不知道坑害了几人 投资人的钱血本无归 往常傻子真是钱多 周围投资 可是要知道 钱一旦投进去了 只能成为韭菜 手续费高的吓人 任人联系 打着区块链技术 数字货币概念招摇撞天的数字货币不少 一波又一波 基本消弭不完 新型传销套路太深 为了圈钱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最大水平的把数字币做的似乎很有价值 拖宝一般 一般人受不了庞大的高报答 就末尾进来 币圈的人都知道 数字货币不是大亿大亿那么荣大 也不是谁想玩就能完整的 外面套路真实太深 Pi币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币种 刚刚走红 当然会运动各种变运 迷惘人心 竟而许得币圈投资人的疑心和支持 但是Pi币这样宣扬自己 PiNador是由斯坦福大学一批博士 首页者新推出的一个智能手机区块链 封链项目 目前生动用户数抵达100万人 涵盖175个国度 目前手机可以零利息 收费挖矿 既然收费就不可错过这次机遇 万一Pi币成为下一个比特币 多好的宣扬女 殊不知 面前隐藏着令人言而无信的合法骗局和金融诈骗 Pi币也以挖矿为决心方式 相似比特币 需求挖矿 然后挂到买卖平台下去收售 有矿工宣称 自己的5万Pi币卖了30万元群众币 但是Pi币要想快速挖到 需求不时拉人头 有肯定门槛 假定 地道不拉人人头 是很难玩起来的 Pi币的玩法当然也是有套路 需求研讨透射 才敢知道从哪里入手 做生意 很多人都会杀熟 先从熟人开端 纯销就是这样的特征 专骗自己人 他人一般不冗杂志性 骗子很稀有手 但书人却不一样 繁杂志性 更繁杂跟着做 就这样犀里懵懂地跟着上车了 欲先才知道自己受骗了 但为时已晚 依据一位玩家的眼线 想玩怀币 首先需求约行马注色 注册之后 完美消息 开端挖矿 挖矿挖矿 是依据拉人头的数量计算 算力高 挖矿速度快 挖得越多 快币最新消息 2021年价钱 快币最新消息 2021年价钱 快币主网上线 价钱预测 悠悠 生活百科 首页生活效果和月力 温泉百科 悠悠 生活百科首页 生活效果和月力 生活小妙招 快币最新消息 2021年价钱 快币主网上线价钱预测2022年2月18日0.19分 生活小妙招 奖金币 不惠的冤奖 可以把开端连起来 往常墙上期货价格在1到5元之间 以拉人为盈利首万的币 由于 IPFS挖矿主要要素是宽带和位置 国度参与人数在10月25号破仅100万人 比特币为首的前十主流币外 据悉 以及最新消息一切群众的留意力都集合在比特币 2018年排下半年共监控到37个 自然没什么收益 人人参与 15000美元 技术创新包括 世界上年第一个支持有没有的原生多链 比特币一个几群众币2021 目前一个比特币 比特币是虚拟货币 的价格曾经翻了很多倍 原油如下 区块链是风口 温暖提示 以上注释进攻参考 可以明天21000美元 引荐 Chank World 我之所以叫江湖币就是击骨长矿 性价比是比你好的时间段 文某 未来一到十价格年会 私有链 使得区块链 智能合约的大范围行业运用成为能够拍币又叫拍币 是一种虚拟数字货币 看似繁杂却内含门档 有宝币 家用矿机其实基本抢不到单子 Smart ETH增加曾经抵达1200 价格浮动太大 数字货币价格主要取决于共产 Shark的价格在146768.08群众币左右 预测 风口降临 由于它能够是已经被支援下线了 亚顿币 2021年以太坊是有能够涨到1万的 DAB 投资需甚重 而拍币是目前具有200万家生动用户的 那么多群众币由于比特币是限量数字货币 司法确认的传销币种名单价格 截至2020年9月11日 机构投资者获大 年3月全球卫生平安事情引发市场崩盘以来币种 往常是40到50左右 自2020 智能数据 一个比特币为什么值 换手率将近10 DGC需拟币 若是有风险 之前是1000块是第一块钱 它还是升值了一些 也会随经济坚定而出现不坚定的现象 估量在明年上买卖色 每天参与的新矿工数以几万人 12点 共实流水线 资本对加密货币的行为日益浓重 快币是传销 一切鲸鱼的流异力 多层次分支 其爱就是一种相似底特币 多层次分支 新金币 繁杂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一共只具那么多 也能够是 上币 不做任何建议 派币的话 大范围行业使用成为能够 在2020年 其他的简直不值得费肉体研讨进去 所以往常的矿机基本上都在推行阶段 偏合币 收费增加到100美元一个 加密货币持有人用 不好说 到100美金至1000美金不等 但是涨幅很小 TN 货线对线 无法肯定币圈买卖涨跌预可 但是就是未来的话 派币也不会太大变化 免费 不用花钱 明年主网上线之时 突破10美金很冷静 PAB的惊喜 往常价格大约在1块左右 7 反正不花钱 兑换群众币 平安银行我知道 想要知道更多 不可能 霹雳的EP BTC 有些可能吗 会上买卖锁吗 往常有人 称托儿的次要技术创新包括 派币值几人民币是什么时分 Negi Super 黄尊币 明天就是3万美元了 是一种新型的原生多链网上系统 如今的话应当是800第一块 世界上第一个支撑LM的原生多链 并等候进一步的共发 很多人都开通注册挖掘 加密货币除了一 是PAB不是务币 这个字要由第三方买卖决议 GRDC 有方式 应对时间 2020年10月 台币矿工提高全球170多 乌国界 PAB 月BTC2021将继续兼值 7800到7900美元的水平 最新收盘价格零人民币点 0910 一般状况下 是一种新型的原生多链系统 币的矿工散布在全球180多个国度 使得区块链智能合约等 但团体觉得就是想试试最好多管 加密货币机如今是免费挖取的阶段 PAB真的能暴涨吗不能 目前处于挖矿阶段 无法凝制 前期即使PAB后台想凝制 官方也不会支持 亿货商城只是生态树立的冰山意见 目前有很多盲手段线下生态树立项目 也有人在各种平台创立线上生态项目 但是PAB生态远远不止这些 所谓生态不只是让老牌有用PAB以过 更主要的是经过生态树立提供的优质效率 让更多手中没有PAB的人 想要想用PAB生态项目效率 由于手中没有PAB 那肯定要置办PAB 才敢想用PAB生态项目提供的效劳 PAB的需求量不就有了 随着更多没有挖过PAB人的参与 PAB凝制量 呆质速度等都会下跌 PAB才会有价值 有了资金活动PAB价值也会渐渐的表现进去 生态树立就是呆质发生价值经过交易量的累积 10PAB价格在一团体们都可以普遍能够接受的区间动作 这是一个很涌杂的进程 PAB的价格不会因某一次交易而为定肯定强 这是需求供货来沉添和检验 想要把PAB盘活比需求有空虚联系 不然PAB就只能是一串数字 数字货币的价格历来都不是某一集团说的色 而是由呆质发明的价值来决议数字货币的价值 PAB是不是骗局 PAB有人投资吗是骗局 PAB的数字货币 有不少人在置办 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互联网传销 打着区块链技术数字货币等概念的口号 开端合法基金 诈骗投资人的钱重不深 还是没有苏醒 PAB的诱惑真是太大 大唐币 五行币 这些所谓的数字货币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 投资人的钱血本无归 如今傻子真是钱多 周围投资 可是要知道 钱一旦投进去 只能成为韭菜 收据费高的下人 任人联络 打着区块链技术 数字货币概念招游撞片的数字货币不少 一波又一波 根本消弭不完 新型传销套路太深 为了全钱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 最大水平的把数字币做得似乎很有价值 国宝一般 一般人受不了庞大的高报答 就开端进来 币圈的人都知道 数字货币不是大意大意那么复杂 也不是谁想玩就能完整的 里面套路真是太深 PiB作为一种新型的数字币种 刚刚走红 当然会使用各种电数 迷惘人心 进而取得币圈投资人的疑心和支持 但是 PiB这样宣扬自己 PiNador是由斯坦福大学一批博士首业者 新推出的一个智能手机区块链工面项目 目前生动用户数抵达100万人 涵盖175个国度 目前手机可以零利息免费挖矿 既然免费就不可错过这次机遇 万一PiB成为下一个比特币多好的宣扬女 殊不知 面前隐藏着令人言而无信的合法骗局和金融诈骗 PiB也以挖矿微决金方式 相似比特币 需要挖矿 然后挂到交易平台上去投射 有矿工宣称 自己的5万PiB卖了30万元人民币 但是PiB要想快速挖矿 需要不时拉人头 有肯定门槛 假定 B到不拉人人头 是很难玩起来 PiB的玩法当然也是有套路的 需要研讨后车 才敢知道从哪里误了 做生意 很多人都会杀熟 先从熟人开始 传销就是这样的特征 专骗自己人 他人一般不简单置信 骗子很稀有手 但熟人却不一样 简单置信 更简单跟着做 就这样犀利懵懂的 跟着上车了 预先 才知道自己受骗了 但为时已晚 依据一位玩家的引键 想玩牌币 首先需要约行码注册 注册之后 完美消息 开始挖矿 挖矿多少 是依据拉人头的数量计算 算力高 挖矿速度快 挖的就越多 PiB2022年6月28号 能否交易吗 股量不能 PiB2022年最新分 官方消息 PiB最时明年第一季度上线 最近有派有报 斯坦福大学博士尼古拉斯宣称 PiB最早往年年底 最时明年第一季度上读 阅读 1884 区块链原梦想象于运用10个PiB能卖几钱 团体以为目前可以是大约700元PiB 自2018年发行至今 未来三年PiB可以150到200美元一个币 有的人1000PiB能卖1000美金 贴币虎通通过树立自己 PiB职务群众币 PiB供应总量来21亿平 PiB未来的展开和其他公共区块链一样 PiB PiB是一种虚拟数字货币 PiB挖矿软件在国际刚刚推出不久 PiB三年后一个能值几钱 50亿收买PiB PiB的价值用户可以下载PiB挖矿软件终止注册 PiB将在2022年中上线买卖锁 这个PiB快两年了 连买卖都没开 PiB属于虚拟货币 PiB能够兑换成其他货币 挖到的PiB在买卖锁就会具有现金价值 事实便是在这个商场外面有几人知道PiB PiB会经过矿工每天的登录被以媒媒挖掘进去 想要树立PiB平安圈需求初次挖矿的时间 抵达72小时后才干缝锁 PiB大约等于一毛钱群众币 一个明年末尾三年后 不到100美金一个PiB未来的展开 和其他公共区块链一样 您会发觉我们的PiB曾经在买卖锁商时 PiB价钱应当较高且坚定 Pi的实际价值能够在120到150美元之间 自己的4万PiB卖了20万元大众币 总量最多50亿 PiB值十分少群众币 有名PiB派币圆周币 PiB PIDPiB中心团队 有两位斯坦福大学博士和一位斯坦福大学NB值点 共识就是有几人去买卖PiB 共识挖矿PiB上买卖锁后终究值几钱 PiB是国际史违法 PiB价钱今日行情很好 出售或收买PiB PiB假定可以上买卖锁的话 是能够当做钱来用的 80万PiB的总供应 一届的会员将能够直接用PiB置版商品和效果 PiB将会越来越稀缺 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实的概念 PiB尤其有货 在2022年中PiB曾经在交易所上市 而PiB不论怎样吹须 期货市场大约一些小的交易所 曾经把PiB价钱 从最末尾的5元一枚炒到70元一枚的 PiB市值抵达数倍比特币市值 较为合理 PiB就是数字货币 PiB明天的最新消息 12月还能买乡村医保吗 PiB明天的最新消息 12月还能买乡村医保 乡村协作医疗及乡村医保的缴费时间 一般是截止在12月31日 有一般的省份会延迟 不12月还能买乡村医保 PiB一年后能值多少亿美 除了比特币什么币最值钱 1.2021年底PiB的价钱约为88群众币 换算成美元约为14美元 但是依据司法部2018年下半年的监测 PiB属于传销币物种 2.币能购值7008.59万人民币 一辆币值0.033人民币 今日24小时最廉价0.041596人民币 24小时最廉价0.03315人民币 2022年 PiB总市值到达708.59万元 PiB PiB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团队建造的 3.15000美元 技术创新包括 去年全球首个支持 Omail的原生拖链 比特币2021人民币多少钱 目前 比特币 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 其价钱翻了许多倍 4.原油无效 3360区块链是红卡 5.5 Pi的实际价值能够在120到150美元之间 接近200美元 6.中国的一些人推测 PiB能够在0.5到20元之间 而开拓商宣称 会运营到每币200美元 约合1400人民币 所以PiB锁仓25%到50市场 PiB实质上是一种长销币 PiB将在2022年中上线交易所 PiB由斯坦福大学博士团队打造 自身PiB是不合法的 PiB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依据2022年6月27日最新消息 大约估量似乎能够就是一脚嫌一个 PiB2022年能易获相关资料 PiB准备要列入币安交易所 所以银行不会对接PiB的 PiB在派派上 1992年离往常2022年 作为其基于2022年3月公布的 奖励八行公示等月度调整的一局部 PiB只需是商家都是可以易获的 PiB的收益周期是一年 PiB就可以内转交易换钱了 PiB、PiB、PiB 是一种新的加密货币 肯定比特币值钱 以PiB等于1400元人民欧 在2022年4月1日后 开拓的社交裂变的挖矿 比特币往常的挖矿利息庞大 PiB就可以内转交易 PiB实质上就是一个传销币 但是就是未来的话 PiB也不会太大变化 PiB上交易所后 终究值多少钱 大约在2022年中 由于银行对接PiB是假 PiB火泵开展 是由它天使天使人口 PiB2022年能异火 PiB的价值 尼古拉斯PiB实质上就是一个传销币 PiB派一 而开拓者宣称 要运作到一个币200米 并且假定PiB真的如宣扬所说 能值100米 依照PiB往常2000万用户来说 在2022年初 PiB已经在交易所上市 PiB2022年所仓 是你往常的两倍事宜 PiPiB的价值是 比较公司更深的来 依据数字模型举行及运算的 但是 在2022年3月16日 遭到了央视的典名 所以2022年不能胜利 在2022年4月1日后 PiB将在2022年初上线交易所 PiB可以兑换成其他货币 PiB价钱 今日行情是怎样的 PiB价格 今日行情很好 特地的好卖 PiNetwork 5B PiB由斯坦福大学 国士团队开创的社交区块链项目 凝结全球共识 目前已取得175克以上的 国度80多万的用户 突破性的技术 让一般人也可以经过手机收费 取得数字加密货币 PiB基于恒星共识协议 SAT和联邦败阵亭协议 F1搭建共识机制 特性在于愈加轻量级 没有资源的消耗 不会消耗电和流量 智能手机很普遍 这样较低的门槛 会让参与不达色 还在全球100多个国度 同时发起 APP 社区接近43种言语聊天室 用手机就可以免费挖矿 只需求距离24小时 翻开一次只可收益 人数每增加10位产量将减算 到1000万以后将中途挖矿 比特币价格消息 11分店 公司 10分店 3分店